槍槍三人行 碰到台湾的张大春和咱们这个大陆的张明凑在一起啊 这个局不容易 所以呢再聊一天 而且呢我现在看你们的书啊 咱们就聊不完 辛亥百年这一年 张明的这个书呢是摇晃的中国 这是你对当时的一个年代的意象吗 对我的感觉就是摇晃到现在还摇呢 好这个那大春兄的这个书 哎呦可是这立作了啊 这个中国地下社会总史世纪暗战江湖变迁 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 通通就是广告词 广告词 城邦暴力团 哎你要讲这个世纪暗战江湖变迁呢 咱们又要聊辛亥啊 我还就想起最近台湾这个说孙中山的这个孙女出了车祸 哎我就陡然间想起来啊 这个很多人一直很关心的问题 孙中山这个人跟这个帮会 黑车会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听到过几种说法啊 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孙中山本人就跟个江湖大哥似的 就是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混在一起比较仗义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孙中山确实是一个胸怀革命理想的人 但是呢他也会跟这些人们 因为我觉得跟这些江湖大哥打交道 你也得懂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游戏规则 他在财神山的时候就加入鸿门了 是 红棍啊 什么叫红棍 红棍是属于第二个档次吧 一个一个就是 红棍不是吧 红棍不是那个红棍 这是属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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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次 一个一个一个高级官员的嘛 应该属于 嗯 过来一头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利用 他革命党人 其实在那个就是资历云齐的时候 立宪党人也齐 就不是立宅 就那个武汉党人也其实也利用过 是 也利用过鸿门 因为你想这个 这个第三次的社会嘛 有这么一帮人站着放着 他们这帮人桀骜不逊 也经常闹事 你要想造反的时候 你总得会想 你看啊 我就瞎想啊 比方说咱们知道 你像日本的山口祖 是 他实际有政治倾向 你看咱们一讲 他们就什么极右翼 对吧 他有这个倾向 会不会当年的 你像这个所谓这个青红邦啊 什么鸿门 他也是有一个 对国家 对什么 有他的一个倾向的呢 对 你刚才提到山口祖 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 日本的这个 这个政治 从这个还政于天皇以后 也就是幕府时代结束以后 他有各种形式 延续这个 看起来仍然是幕府的 不是在商会里面的派法 或者说在这个 这个黑社会里头的那个阶级 他还仍然移植着某一些 形式的 这种阶级或者是阶级社群 那中国的这个又不太一样 因为中国近代的这个 你刚刚讲青红邦 它就是两个邦 对 有人说这个青邦 是一条线 曹邦 这个老曹邦 那么鸿门呢 就是一盘沙 怎么说呢 那大致上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讲 从两米邦 也就是潘 翁 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是钱吧 潘 潘 潘 三组 以下形成的 以 用米的 用草粮的 这个 这个水手 所形成的一个地下社会的系统 那么他们是有一点点宗教色彩的 所以所谓的翁前潘三组 这个还有点 跟佛教的 世俗佛教的某一些仪式是有关的 但是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比如说我是本师 那么你要入这个邦 你要拜我做本师 你得有一个点传师 很复杂的 而且如果我这要能收徒弟了 那么我就收这一条线的徒弟 那么如果我的师父不让我收了 我就不能收了 洪门不太一样 洪门 比如我们哥三个 我们有一个海底 海底就是记载的那口诀 切黑话 记载的这些规矩 或者是仪式 有那么一个海底本子 那么我们三个人都备熟了 我们就 你拉两个 我拉两个 大家有点像那个互助会一样 还要交钱 那么再拿这个钱去做点什么 所以他是可以一搓一搓的 就一摞一摞的自己聚起来 他没有那个 大家说的非常对 我其实我不太认为 就是说比如说洪门自己 他那个故事 讲他怎么反清复明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 其实他就是一般有名嘛 够里的土地嘛 他是互助团体 因为我看的那个 就是孙春山 他们都帮革命党去 动员他们的时候 很多的红帮大佬 其实不知道这个事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 发现不明的 根本不是什么 他就是不 要不就是发现瞎编的 瞎编 或者编的很离谱 什么 那他为什么帮孙春山 是因为什么 他就是一位黑社会 就是我们讲 他有个字 还是准黑社会 他本来就有反 因为是亲政府 从他一开始 从他们出现一开始 就这样他们 就好像他们说 跟台湾的朱衣贵起一开始 红帮的萌芽 钱清张不敢 因为属于这个 曹韵改海之后 他们才搞 你他们失业了吗 曹韵 就是他这个 这个是属于 就是说这个 清政府是绝对不允许你 这么搞这么搞的 但是他又镇压不了 他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传媒政府 他是个小政府 是 他甚至不到 到社会这个细胞里去 他镇压不了 他老镇压 他就使得什么呢 使得这些这个帮会呢 就多少带一点 反政府的这个倾向 就政府里面 你不容他吗 那不容他吗 其实他倒不是想 真想推翻这个政府 是 当时就有一帮人 就要利用他们 就说 我给你找一个革命的传统 我告诉你 你就反正复明了 我呢 现在就反正复明了 你干不干 对 他是把一个革命的论述 放在地方泄斗团体的 一个架构上 而地方泄斗团体 用他们的武力 甚至生命 他们的血汗 来回馈了 这个革命势力的 对 我就挺难料 为什么他们肯为去卖命呢 你只要想要改变 改变你的阶级 使你不再只是 一地一石的地方泄斗团体 那么你总会有 不管是远大的理想 或者是一个愿景 现在很流行的 你会看到 孙中山给他勾勒出一盒 事实上民国成立以后 对于帮会分子的驱逐和压迫 那是非常残酷 是吗 国民党内部 后来就是这样 后来人家红帮成立 这个志工党的时候 人生的是孙中山的叛徒 陈九明当头 他就实际上特恨他们 你看那个中共建国以后 那个那个斯图美堂他们 本来他们还想说 咱们就是括号中华民国吧 中华民国括号 括号中华民国 斯图美堂使活不肯 说这哪行啊 这要必须跟他一刀两断 就哼死他们了 他们基本上 我们那个 我老师采访过斯图美堂 斯图美堂一说一陈九明来 你说 演了一帮我 是谁呢 就是志工党的头 叫斯图美堂 就是志工 志工堂 就是红帮 志工堂变成党派 就是今天的叫志工党 对 今天的志工党 前身 就是鸿门 那天我碰见个志工党的一个小姐 一个小妹 喝酒的时候跟我说 说我是鸿门小妹 还真是鸿门 鸿门的门类很多 鸿门不是一个门 对对对 青帮是一个帮 对对对 从老曹帮 或者是两米帮延伸下来的 那么这个鸿门呢 它有你看啊 铁刀会 铁齿会 边前会 红枪会 刨戈会 戈老会 天地会 这些 它名目太多了 你可以数到几十个 恐怕都还不止 它只要有一群人组织起来 而且用的是类似 或者是相同的海底 它就可以 这不有一个最高领袖吗 没有 没有 而且有趣的是 印海底还可以发财 也就是说 我开一个小出版社 那是当然没有出版社 就是我 局资 印这个东西 你两毛钱 几分钱 或者是 那么拿到了这个呢 就起码它有了一个 等于是生产工具一样 为什么呢 我只要会了这里头的切口 会了里头的仪式 或者里头这些造型 我就可以组织人了 自己就能拉帮结伙 当然 对 哎哟